今夜最遇消息 在嘉宜东时的永丰爆竹烟火公司 2017年曾经承包国庆烟火 18号晚间发生火警 锦销道场拉水线灌旧 20分钟把火石扑灭 不过消防队一度有接获通报 说火警发生之前 曾经发生爆炸 居民的房子有明显感受到摇晃 另外当地人也对这间爆竹工厂不陌生 因为短短一年之间 这已经是第三次发生火警 锦销火爆爆竹烟火公司 发生的火警 虽然到场时火是已经不大 但还是小心翼翼 在四周洒水降温 一防万一 幸好燃烧的只是堆放废弃物的仓库 但民众也拍下了起火瞬间 此间红红的火光照亮夜空 远在百公尺外都能看得见 而这起火警就发生在18号晚间 地点是嘉宜东时的永丰爆竹公司 虽然燃烧面积只有25平方公尺 也没有人员受伤 但火警发生前一度传出发生爆炸 民众的住家甚至被震道摇晃 跟我们上次两次炸的住家 我们之前炸的那些都算 我个人认为把他们的作业去 他也被烧到了大面积灼伤 加上18号这起火警 这已经是一年内发生的第三次爆炸 因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所幸我是很快就控制 现场无人员受伤 而这间爆竹公司在2017年 也承办过国庆的烟火 不料最近一年却烧个不停 是哪个环节出问题恐怕得好好反省 免得成为当地民众眼中的不定时炸弹 记者蔡崇乌下一报道